刚才我们是不是已经把股价给他搭建好了 那搭建完毕之后 我们就有必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对吧 有的同学肯定会问了 老师你刚才让我写了 但是你并没有告诉我 他们分别什么意思 刚才只是让大家体会一下 这到底是那结构是什么 然后咱们再慢慢分析 那其中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LTMR标签 以后大家知道 只要带这种左右建国号的 我们通通冲出为什么 标签能记住了吗 这个叫标签 或者他以前比较早的时候 叫标记 标签标记 都是他的名字 你可以叫什么都行 只要带来这个建国号的 你都称之为标签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还要学大量的一些标签 许许多多 许许多多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手册来看一下 比如说 还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在我们资料里面有一个W34Go 看到没有 打开W34Go里面有很多 我们要学的是什么 是HTMR教程 但你看HTMR教程之后 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样 HTMR标签 所谓的HTMR标签 它们都是被一组什么 兼过号来进行包裹 兼过号来包裹的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是这些 然后是不是这个兼过号 和这兼过号 这个我们都称为标签也行 或者比较早的时候 叫标记 它标记都可以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这一组我们称之为标签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一些是标签之后 第一个标签是HTMR标签 因为我们学的是HTMR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的 就是HTMR标签 这个HTMR标签 我们称之为根标签 看到这样吗 再想想一棵树对不对 我给他滑一滑 诶是不是 这是一棵树对不对 一棵树中最主要的是什么 最主要是下面这个根 对不对 根是最主要的 所以说这个根对树来说 是最主要的 也同样道理 在我们这个页面当中 最主要的标签是HTMR标签 看好吗 这是我们所有标签的 最基本的那一个 也是最特殊的 也是我们第一个标签 称为根标签 HTMR-HTMR标签 OK 再来一个 我们这有个HTMR和杠HTMR标签 看好了吗 HTMR和杠HTMR标签 HTMR 大家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HTMR 大家直译过来 是不是头 头 就是我们大家 大家把手摸一摸 放到我们额头上 额头的头 对不对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HTMR标签 这个头 所以说这个HTMR标签 我们称之为头标签 这我们说 就是我们的头标签 就是我们的额头 对吧 就是我们的头标签 OK 头标签 好的 那这个我们说 我们的根标签 是吧 我们的根标签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们再看 这儿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HT和杠HT中间 什么包含着一个标签 叫TITLE和杠TITLE TITLE什么意思 头标翻译一下 什么意思 是不是叫题目 对不对 这个我们称为标题 标题 那这个标签 我们称为标题标签 这个我们称为标题标签 它主要是负责什么 我们的网站标题的 大家在刚才的笔记上 后面把这几个记下来就行 是不是 也就是TITLE的作用 是让我们的页面 拥有一个自己的标题 那有什么用 一会儿我给大家写一下 一看一看一看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BODY和杠BODY BODY和杠BODY 是我页面中的主体部分 其实这个BODY 就是叫做主体标签 叫主体标签 看好了吗 它就是我们页面中的 所有的主体部分 主体部分主要存放的是 我们最常用的ATIMAR标签 也就是说 以后我们写的所有内容 都要在BODY和杠BODY之间写 其他的我们就用的非常少了 所以说这个要大家额外注意一下 好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终于把这几个标签 留了一个直观的认识 对吧 那ATIMAR是我们说的 叫跟标签 那么HIDE 我们是我们的头部标签 TITO是我们的标题标签 我们网站的标题 而BODY是我们的主体标签 好写完B之后 我们就深刻的来体会一下 那第一个 就是我们刚才在这儿 我们是有课堂练习 改完之后 我们这里面是这么来做的 首先我们这几个字 我都要删掉 不能戴着的 OK 主体标签 好写完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给他几个 这TITO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 标题标签 还记得吗 我就可以在我的TITO -TITO中间 大家像我这样 一个记事本 你们写上TITO 比如说 我的第一个网站 对吧 我的第一个网站 是不是这样 你可以了 我的这一个 好了 然后在我们的BODY 和-BODY的直言里面去 可以写一句 我们想要的一句话 你想写什么东西都可以 你想让它显示在我们网页中 然后这是不是一个网页 网页中的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们就用到这个什么 主体标签 一定要在这BODY里面写哦 不要看错了 看明白了吗 已经在这写 好的 那写上一句话 比如说呢 我终于是吧 制作了自己的第一个页面 OK 保存啊 自己的 是吧 自己的第一个页面 是不是终于写完毕了 好了 那写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关掉了啊 你看 我是不是只在两个地方书写了 第一个TITO网站标题 第二个呢 是BODY中书写的第一个页面 做完毕之后呢 扛着加S保存 不要忘了保存 点击一下关闭 哎 然后呢 再到我们的桌面上 来走一走 看一看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这个1点TST 是不是刚才写的呀 哎 后缀名还用我教你吗 改成什么 啊 是不是 NTMR 对 改成NTMR就可以了 好 改完之后呢 在旁边一点击 还是我们义无反顾 哎 我们义无反顾的点一下 yes 是 好 改完之后 是不是一个1点TMR就有了 我打开之后 大家仔细看啊 仔细看这儿 然后我们双击 打开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了 我的第一个网站发现了吗 哎 我给你单独给你领出来 我的第一个网站 是不是显示到我这个网站标题 这个部分 对吧 哎 我的网 我的第一个网站 然后呢 我终于制作了自己的第一个页面 是不是显示到了我这边内容 那通过它 我们是不是可以查查网员代码啊 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这么一个结论啊 这是刚才我们写的代码呀 那这个 TITEL和G-TITEL 它主要负责的是显示哪个地方 哎 是不是显示这儿的地方 看到了吗 哎 TITEL刚才你这儿写啥 我这儿呢 就变成啥 哎 当然字数别太多 对不对啊 别让人家 我写一篇上面小说吧 别人看不透呢 是吧 一般地方呢 都很少啊 字数不是很多 后面讲网站优化的时候呢 我就告诉你 这里面应该写几个字 合适 好 这第一个TITEL G-TITEL 第二个呢 是BODY和G-BODY 你里面写什么呢 这几个字呢 都会显示到这一片空白区域 能看明白吗 而BODY和G-BODY呢 这个呢 是显示到这个地方的 是不是就页面空白区域 同样道理 你写什么 它就显示什么 这里面我们说可以写好多好多了 哎 那到此为止 我们是不是终于制作了 我们的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页面 哎 大家呢 亲手呢 用记事本呢 把这个来体会一下 体会一下我们ATMR的魅力所在 ugs做个室价 儿子 你 嗯 我 我